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 哲尔兔瑞奇和爷爷的菜园子 爷爷的菜园子里面有什么好吃的蔬菜呢? 让我们来听故事学习一下吧 哲尔兔瑞奇和爷爷的菜园 妈妈,你能快点吗?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哲尔兔瑞奇呼唤道 我很快就好了 妈妈回复说 请再等一会儿,小伙子 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站在爸爸的脚上 跟着爸爸的脚走路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游戏 左右,左右 这是爷爷教我的 爸爸说,好玩吗? 以前你的爷爷经常和我一起玩这个游戏 你和爷爷? 瑞奇微笑着说 妈妈终于准备好了 通常到了周末 瑞奇会跟着爸爸妈妈去看望爷爷奶奶 他很喜欢去爷爷奶奶家 奶奶不但可爱 还会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爷爷爷会教他很多自然常识 到了爷爷奶奶家后 哲尔兔瑞奇静止走向爷爷的菜园 他穿过梨树下面的小道 沿着灌木丛 经过一只黑鸟的鸟巢 绕过一个花园 来到了爷爷的菜园 这是瑞奇最喜欢的地方 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 爷爷在菜园里种了洋葱 土豆 青菜 香菜 酒菜 芹菜 所有的蔬菜排成一行 菜园的前面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蔬菜的名字 爷爷把这个认识蔬菜的方法 交给了瑞奇 瑞奇来到菜园里 找胡萝卜 那是他不久前亲自栽种的 哦 原来在这里 你觉得怎么样 瑞奇听见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声音 这一次回来 发现他们又长了一大截对吧 爷爷 瑞奇情不自禁的喊着 我都没有听到你走路的声音 你亲自种下的那一行胡萝卜 现在就可以收割了 爷爷说 不过现在我们先来做点别人的事情吧 他把一条红底白点的手绢围在瑞奇的脖子上 爷爷自己的脖子上也围着这么一条手绢 爷爷 这样的手绢是不是为了方便稀罕 瑞奇问爷爷 他们一起把菜园的另一个角落 用铲子翻了一遍 爷爷给瑞奇做示范 教他如何握住铲子 泥土被挖松的地方都能看见蚯蚓爬来爬去 这些蚯蚓能给泥土带来新鲜的空气 爷爷说 爷爷说这样一来所有的植物就会生长得更好 瑞奇问这是什么呢 他从地里挖出一块木头 爷爷说这是很久以前用来夹衣服的夹子 是的 小伙子这块地里隐藏着很多古老的宝物 带回去把它们收好吧 他们用耙子把地面整理了一个平面 紧接着在地里插两根棍子 棍子两头绑着一根绳子 最后把绳子拉紧 通过这个方式 他们把菜地的边缘整理了一条笔直的线 他已经在菜园里和爷爷一起做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 干得不错 爷爷称赞道 今天种什么菜呢 瑞奇好奇地问 菠菜 爷爷回答说 吃菠菜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强壮 爷爷说 爷爷摇摇指袋 从里面取出几颗种子 瑞奇 你看 爷爷说 这就是菠菜的种子 你去把这些种子播撒下去 但不要太密集 否则空间不够 种子发芽后就不能正常生长 瑞奇把种子一颗一颗的播撒在地里 然后用泥土把种子重新覆盖 爷爷给刚刚播种的地方浇水 他非常满意 说 我们今天干得不错 瑞奇说 爷爷 我们还要插个牌子 牌子上面应该写名菠菜 现在我们去把你以前种的胡萝卜拔出来 带回家去 爷爷说到 爷爷把几根大一点的胡萝卜 从地里拔了出来 拿着 你先尝尝味道如何 嗯 味道真不错 瑞奇一边嚼着胡萝卜 一边说 爷爷 你看 瑞奇从地里拔出一根连体胡萝卜 那是双胞胎 爷爷说 跟我们人类一样 胡萝卜也有双胞胎 爷爷用手摸了摸瑞奇的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瑞奇不停地问自己 他知道胡萝卜和菠菜是怎么来的 都是种子发芽之后长出来的 但是这些种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总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一直弄不明白 爷爷 瑞奇忍不住问 这些种子是怎么来的呢 问得好 孩子 爷爷说 跟我来吧 我展示给你看 菠菜长大之后 不去收割 而是让它继续生长 它就会开花 这些花朵里 就含着果实 可以用来做种子 跟这些向日葵一样 你看 爷爷一边说 一边从向日葵的花里 取出几颗种子 每一颗种子都能长出一颗向日葵 哇 太奇妙了 瑞奇说 爷爷说 你知道吗 自己带一点种子回家的话 就可以在自己的菜园里种了 把这些种子 装进口袋吧 首先 要为菜园的泥土松土 接着把它整理平整 然后播种 最后盖上泥土 浇点水就行了 你可以看见这些种子发芽 长成漂亮的向日葵 你知道为什么人们将其称之为向日葵吗 不知道 瑞奇说 嗯哼 爷爷说 因为向日葵的花朵 整天朝着太阳转 好了 我们进屋去吧 奶奶在家等我们呢 奶奶你看 瑞奇从裤兜里掏出几颗向日葵种子 回家后 我就把它种到菜园里 啊哈 向日葵 奶奶说 你应该把它们全部种掉 奶奶一边笑 一边神秘的说 如果你忘记了 那么到夏天 你的裤兜里就会长出向日葵哟 从我的裤兜里出来看太阳 瑞奇问 应该是吧 奶奶说 说到这里 奶奶和她都开怀大笑 大多数种子 如向日葵的种子 都是从花中取出来的 例如胡萝卜的花朵 干燥之后 里面就有胡萝卜种子 许多蔬菜 如菠菜 生菜 和萝卜 在没有收割时 会开出花 你可以从成熟的花中 获取种子 土豆不同 种植一个土豆 就会长出一大堆土豆 但是 有的蔬菜的种子 比如南瓜 茄子 和西红柿 它们的种子 在果实里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最后 哲耳兔 带了几颗 向日葵的种子 放到口袋里面了 它 会不会 种出漂亮的向日葵呢 小朋友们 你们有种过什么植物吗 赶紧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吧 也要收拾了 最后